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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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现在只想把这个项目做好 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是啊 这次你表舅是彻底让这些董事们失望的 但是你想要在没有她的情况下 独自承担公司的重担 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你要有心理准备 公司走的那批人都是她的人 走得好 那些岗位上的空穴呢 我立刻可以找人顶上来 这你放心 可是你表舅在外面成立公司 就证明她不想善罢甘休 所以你还是要提防一下 妈 我知道了 好 我约了雅琴到外面吃饭 晚上你不用等我了 但你这么说我真的不得了 我是在保护我自己的公司 我爸爸跟我哥哥 奋斗了一辈子的公司 关雅琴 他都能够在关键的时刻 冲面维护公司去指证张副总 我在董事会上只是实话实说 我只要我在等待 你这么说我真的不得了 我真的不得了 我真的不得了 你这么说我真的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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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和蔡妍爺聊得怎么样啊? 呃 那你这么晚回来 不是和参业在一起啊 如果你真想知道呢 我就满足你的好奇心 我和周慧明出去了 移情别恋啊 怎么又成周经理了 没和参业在一起 为什么 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 小辣椒 你给我听好了 我顾菲菲现在郑重地宣布 我这辈子 就算嫁不出去也无所谓 我一个人过挺好的 菲菲 到底出什么事了 没事 菲菲啊 有什么事你就说出来 不要憋在心里面 我这个人嘴巴虽然大点 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我心里还是有数的 小辣椒 你说的一点没错 我顾菲菲呢 真的是要倒霉七年了 哎呦 八百年前的皇帝 你还记得呀 我当时就是随口说的 菲菲 幸福是要和自己去争取的 不能遇到一点小挫折 小困难 你就放弃了 你吃的苦还不够多啊 如果十年前 你对自己有点信心 对周慧明有点信心 你们俩说不定 现在已经在一起了 同样十年后 你自己也要吸取教训啊 优秀的女人身边会有追求者 优秀的男人身边也一样啊 蔡姨身边有个关雅琴 算什么呀 你自己努力去争取呀 我们女人没有男人 我们活不了啊 那倒也不是 所以啊 我们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这些 无聊的感情游戏上面 不如把精力放在自己事业上面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完成浪漫巴比伦这个项目 所有的事 等完成之后再说 菲菲 你又选择逃避 行行 我不说了 我去吃面去了 否 找到 我走 你别着急 我去姑姑家住了 因为我不想待在家里 你看到我不开心 我也不开心 慧明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你去找房子 你搬走后 我就搬回来 可以吗 慧明 等我们两个都踏实了 我们就去离婚 这次我绝对没有骗你 我是真心诚意的 你很久没有去上班了 这么下去不行 我离开了 你可以恢复心情 去上班了 希望你好好工作 没有我在身边 学着自己照顾自己 我儿子 你坐在这儿我也没法工作呀 那你让我上哪儿啊 回家呀 我这一会儿就忙完了嘛 好好好 那你先忙吧 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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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事了 我送你回去吧 你没走吗 我一直在楼下等你 不是叫你回去休息吗 你都这样了还为公司加班 我回去睡觉 我还是有人性的老板 那你也不能在这儿等这么长时间呢 心疼我了 那你赶快上车 我也想回去睡大觉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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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行 走 走 飞飞啊 我得批评你两句 我为公司如此欧心灵血 你还批评我 你对公司没话说 我要批评你的是 你最近对我冷淡了许多 还跟我客气 我 为什么 我 我没有啊 我知道 我知道你在怪我利用周慧明 跟我表舅对着干我知道 但飞飞我没办法呀 我这是在自卫 我表舅她步不紧逼 极力阻挠这个项目 我不反击 她就会把我逼到绝境 这个项目我输不起 我真的输不起 飞飞 你要是我 你会怎么办 所以啊 飞飞 你不要认为我不尽人情 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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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醒了 太困了 睡着了 本来想让你多睡一会儿 看什么呢 杭州 多美啊 是啊 很美 完成这个项目之后 我要你嫁给你 你说什么 等完成这个项目 我要向你求婚 你愿意吗 你愿不愿意 灿烟 我们说好的 项目完成之前 什么都不谈的 先把这个项目做好吧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 好 送我回家 送我回家 快点 你得到我 只会 既然真不像 我做起来 你 你怎么做 我这个 我好 你怎么做 怎么做 你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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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个人 你怎么做 我先做 你怎么会做 我也不知道 本来我想呢 我应该很开心 可他真说出来 我反而觉得 我好像没那么渴望了 这是为什么呀 说不清楚 难道你在玩欲擒故作 去你的 我还没那张力呢 菲菲啊 你都快成齐天大胜了 你还顺着干嘛 赶紧把自己嫁出去吧 什么意思啊 你要哄我走啊 不是啊 你 你自己想清楚吧 别错失良机了 你进去 赶紧啊 你知道 near 大家 看一下 这个 Humph 给它 他去北京融资 但不是为了EAC 那他为谁 我担心这些事 跟表姑妈说了 他会承受不住的 所以先等你回来了 你说 你看这张名片 是我在干爹的衣服里发现的 成信地产 我干爹现在做的事 对不起你隐私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雅琴 我知道这件事让你很明白 你能来跟我说 我非常感激 这件事就让我来处理 好吗 那我干爹会不会有事 现在还不确定 我还得跟我妈商量一下 你能不能一起 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一切由我来办 那我先走 雅琪 谢谢 好 徐总 好久不见 中文越来越好了 哪里哪里 请坐 请坐 好 来 您坐 冠牟先生 我们的启画书已经发过来了 不知您看了没有 看了 看了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那是 另一家公司开出的条件 比你们好 好 有什么条件 他们在分配利益 和前提投入方面 要比你们优惠 我们的预算已经是最低了 他们比我们还低 这其中就有问题了 哪也卑鄙吧 高牟先生 EAC在建筑界的业绩 是响当当的 我想 如果我们两家公司 强强联手的话 一定会再创辉煌 最主要的是 我们看重贵公司的资质 我相信您在行业多年 也不会轻易相信 一家没有业绩的企业 不小姐的话 依臣坚信 EAC是老牌公司 这样吧 我在包秦总部 对你们两家 进行最后的评估 那需要多长时间 好 等我的消息吧 我要确切的时间 顾小姐真是寸步不让啊 中国有句古话 时间就是金钱 直理明言 好吧 十天时间 一个星期吧 好 先生 希望我们能够合作 好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请讲 高牧先生方便告诉我 我们的竞争对手是谁吗 这个 这不大方便吧 是诚心地长吧 你怎么知道 希望很快有您的好消息 好 希望很快有您的好消息 希望我们合作成功 好 好 嗶 一家新公司 新公司 敢和杭州的地产EAC竞标吗 新公司不假 可是他的老板我们并不陌生 谁呀 我表舅 张副总啊 真是笨哪 让人有机会借机下蛋 让他回来跟我抢市场 我怎么那么笨哪 那说不定不是张副总呢 可能是巧合 听一下有这么巧的事吗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我不能给他出卖公司的结尾 我必须上报董事会 薛灿 你不要冲动啊 菲菲 这事你别管了 你只要搞好你的设计就行了 他出卖公司自作自首 董事会这次也帮不了他了 你太太还好吗 好多了 什么时候回来上班 明天 明天立会 董事长和董事会的各位董事们 都会到 出什么事了吗 有人出卖公司 是吗 谁 张成信 不是很般配啊 就是天生一顿 回来了 妈 你怎么来了 我的大小姐呀 你怎么一晚上都不接电话呀 我手机没电了 怎么 去约会了 没有 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和小灿吵架了 你以后不要再跟我提到这个人 真吵架了 我跟她 菲菲啊 这男女朋友啊 拌拌嘴 那是很正常的事 吵过了呢 也就完了 不能记仇啊 谁跟谁是男女朋友啊 跟你说 后天呢 是妈的生日 你把小灿带回来 吃顿饭就好了 为什么 您生日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她是你的男朋友啊 谁说她是我男朋友了 吹了 压根儿就不是 你可给我听好了 妈可是认准小灿了 好坏啊 都是她了 你以后别跟她闹了 妈 您这哪跟哪吗 听妈的没错 不管是谁的错 把她喊到家里来 热闹热闹 这不就过去了吗 就你这脾气啊 能有人跟你 那就已经不错了 妈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说的呢 我喊不来她了 真的吹了 我 哎呦 我说飞飞呀飞飞呀 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本想着啊 我今年的生日 可以喝上大女婿给我倒的茶 可是现在倒好 哎呦 妈 您要干嘛呀 您这样 哎呀 我的大小姐 你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你说这小餐有什么地方不好啊 你真让我操心呢 哎呦 阿姨阿姨啊 您别生气啊 到底怎么样您才能开心呢 我就是让小餐来给我过生日嘛 哎呦妈 我怎么发现您跟小孩一样啊 反正我不管 要是小餐不来 我今年的生日就不过了 哎呦 阿姨 妈 您别这样嘛 妈 妈 哎呦妈 哎呀 怎么办呢 今天刚刚的发了那么大一顿话 明天就要去求她 她能懂你吗 可不大家来 老妈这又要死要活的 我该怎么办 天哪 怎么办哪 小辣椒 我睡不着 我真的很烦 你陪我聊聊天好不好 大姐几点了 我求求你了 你必须陪我聊聊天 醒醒醒 走了 走了 别睡了 走了 我愿意你早上班了 拖鞋在这呢 走走走 我要是睡不好 快快快 人长痘痘了 谁负责呀 来 坐坐坐啊 我负责给你买痘痘贴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你听我说 别睡了 听我说几句嘛 你说你说 假设啊 只是假设 如果说呢 我后天不带灿爷回去见我老妈 会怎么样 那这段时间永无宁日吧 假设 又是一个假设啊 如果说灿爷他不是灿爷 他是个非常有钱的大老板 会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就比如说 有一个男的 你对他有好感 但是你发现 他欺骗你了 哪方面欺骗呢 隐瞒他的身份 东七发 不是 那就行了呗 你喜欢就去追嘛 可是这个人是灿爷呀 灿爷 灿爷 意料之中啊 他可是我们公司的大老板呢 什么 灿爷他是一一四的老总 你没骗我吧 真的 你不要告诉我 他为了追你 上演了一出王子装青蛙的戏码 可这都是真的 那你想怎么样 我要是知道能怎么样 我至于睡不着觉嘛 你听我说啊 以我纵横情长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 灿爷对你是有意思的 好像吧 听我说啊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你可千万不能错过 要是错过了 你可真难嫁死去了 所以你明天一定要约他去参加你妈妈的生日聚会 可是 没可是了 你听我说 你就明天打电话给灿爷约他出来就对了 那你帮我算算 我要是明天去叫他的话 他会不会答应啊 没问题 马上成功 睡了睡了啊 马上成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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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居然薛总 也吃药物在你啊 大客 顾芬菲和薛总什么关系啊 我不知道啊 我让海伦去叫你 你都不肯过了 还在为昨天的事生气啊 出锅饭口 没办法了 走回吃一点 没事 挺好的 不好意思 老大 你来得正好 工程部打电话说 一千零一夜VIP公寓主楼的设计图 还没有送过去 工地等着开工 哦 竹志颖送过去了 送过去了 谁签的字 那边催得急 菲姐签的字下的图纸 菲菲 送去了就好 那我回头不分手续 好的 那个 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了 对了 给我和红柿 敬两杯奶茶 好嘞 老大 那我们开始吧 好 喂 姐 快到凯悦大酒店的贵宾厅了 我们都在这儿了 就等你吃饭呢 啊 哎呀 什么 还不快了 快点快 就等你了 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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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太喜欢了 应该点啊 还行吧 谢谢 谢谢了 哎呀 你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 哎 菲菲 哎呀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 大伙儿都在等你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呀 这不是昨天阿姨生日 我临时有事吗 所以今天就算给阿姨补上了 嘿嘿嘿 小小 阿姨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啊 要来就来 可千万别再到这种高档的地方来了 多让配啊 哎呀 那怎么行啊 不行的 阿姨 您的生日 对我们小辈来说 那可是大事啊 我们一定要隆重的啊 你说对不对啊 阿姨 这孩子 是啊 好了好了 快点坐吧 哎 好 来来来来 坐坐 妈生日快乐 哎 芳芳 配合茶 阿姨 生日快乐 青春永驻 哎 妈 好嘞 干杯 妈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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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好嘞 我能原谅你 笑一个吗 求你妈笑得多开心啊 小花 多吃点啊 小花 小花 来吃啊 吃这个啊 阿姨 您的身材保持得真好啊 哎呀 我就是不明白 特别奇怪啊 您到底都吃什么了 保持得这么好啊 哈哈哈 吃得舒不舒服啊 阿姨 吃得舒不舒服啊 阿姨 不管怎么样 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为什么保养得这么好啊 小菜啊 你就是喜欢 打破小波 为了地 哎呀 哎呀 你看哎呦呦呦 小心台阶 实在嘛 哎 阿姨啊 现在呢 你和方方 大强 小花 先回去啊 我跟菲菲再去散会儿步 好 不不不 还散什么步啊 哎呀 菲菲啊 小菜说得对 你们俩俩多玩一会儿 你们啊好好聊一聊 菲菲 我可告诉你 你可不许欺负小菜啊 就是就是啊 阿姨我给你开门 好好好 走啊 阿姨 走啊 我关门啊 小心点啊 路上稳大点啊 薛总你放心 再见 阿姨 你慢走啊 生日快乐 阿姨 再见 阿姨 再见 走吧 去哪里啊 散步啊 你妈答应的 你赶不去吗 哎 我 再见 我是老板 上班时间出来不算矿工 你呢 我是员工 但现在是午休时间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猜的 现在全公司都在看我笑话吧 至少设计部不会 至少设计部不会 无所谓了 反正我本来就是一趟烂泥 不在乎这样怎么看我 灿烟 那 就算全公司的人都不支持你 至少我顾菲菲 永远都会站在你这边的 我 再对 我 真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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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小姐好 心情好些了 我这种人没心没肺的 一会儿就没事了 那就好啊 有事吗 对了 一年一度的建筑设计展 今年在白云山度假山庄举办 两个月前在上海 不是已经办过了吗 周慧明还去了呢 上海那回是国际性的 这回是杭州自己办的 我们是杭州的龙头 不去不好的 那就派人去吧 那到底派谁去啊 你说呢 让周慧明和马克去吧 马克酒量比较好 应手起来可以帮慧明 挡挡酒 就他们俩吧 好 就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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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你帮我看一下另一张图纸好吗 好的 你帮我看一下另一张图纸好吗 菲菲 下半年的福利洋房 我们试着通过一些环保理念 你尽快拿个计划 好 马克 周末跟我去白云山 你把该准备的东西都带好 别落下来 现在礼品空关部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餐展的设计图 不知道拿哪边比较好 我想问问你的意思 杭州的设计展就走过形式 ESA是杭州的龙头老大 哪次得奖不是我们 随便拿一张就好了 大家都心照不宣 行 那就没问题了 好羡慕 什么时候我也坐坐这车啊 想坐现在就坐 对啊 算了吧 我可没这个命 我的屁股要是坐舒服了 一会儿上班都懒得走了 变相骂我吧你 对了菲菲 明天是周末 要不咱们几个一起去湿地公园烧烤吧 好啊 正好可以趁机放松一下 毛峰去吗 去啊 那我也要去 那就这么说定了 明天开车来接你们 不不不 明天你们直接去采购 我们在湿地公园等他们 OK 嗯 哎 车真不错啊 拜拜 哎呀 你干嘛呀你惊你乍的 哎呀 我忘了问 毛峰的女朋友去不去 那又怎么样 那我明天好好打扮打扮 把它笔下去呢 花痴啊你 嗯 还不赶快回店里啊 哦对了拜拜 拜拜拜拜 明天都记得上下落 你真是太过分了吧 老公啊 马克打呼噜吗 我不知道 不是你睡觉轻 他万一打呼噜吵你怎么办 戴上耳塞吧 就两个晚上 太夸张了吧 晚上山里凉 我给你拿件厚衣服啊 我就去两天 你给我拿那么多衣服干嘛 凉能凉到哪儿去 听我的 没错 有胃无患 还有啊 记着带胃药 你的胃不行的 没有可以花钱买了 那你先收着 我整理一下文件 妈呀 你是哪位呀 怎么了 辣椒小姐 我们今天是去踏青啊 你穿成这个样子 待会怎么玩啊 这 好像是有点过啊 是非常过 那我进屋去换一身 好 去吧 去玩啊 马克跑了 喂 马克啊 怎么了 我闹肚子 拉得我都起不来了 你能替我去一下 白云山的设计展吗 你太突然了吧 费姐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现在还在医院输液呢 不能换别人吗 哪儿还有人啊 红师跟玉兔都去乡下玩了 周日晚上才能回来 没办法 我 我 你不能让咱们的老大 当国管司令吧 我 我 你不能让咱们的老大 飞姐 我求你了 我已经让公关部的小袋 把药带去的里头和资料 送到你家去了 行啊你啊 我告诉你 我今天也有安排的 飞姐 我求你了 我真不行了 我怕老大骂我 你就去吧 好 我知道了 你好好看病吧 我去我去了 谢谢飞姐 怎么样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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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去不了了 你跟蔡依和毛风他们去吧 什么事啊 马克突然说闹肚子 让我带他去参加度假村的展会 啊 该我去换衣服了 玩得开心点 我打电话 不行? 就会不会 不管是哪一小时 我送你去 说 什么呢 你怎么还没见到 你怎么搞的 那下次国际设计展 我让你和周敬礼一起去 就是就是 杭州的设计展又是彼此 那谢谢关小姐了 关小姐 我还是搞不明白 这好端端的 为什么就不让我去了 还要让我装病 让顾飞飞去呢 不是啊 让顾飞飞去更合适一些 到了 给我吧 你自己当心啊 回去吧 我来 慧敏 飞飞 怎么是你啊 马克呢 别提了 他给我打电话说 临时拉肚子来不了了 还自作主张 让公关部把该送的东西 都拿给我 我没有办法 只能来了 你别啊了 快帮我发东西吧 来来来 走吧 快上车吧 坏了 来来来 没事没事 我来了 我来 现在怎么办 没事 换我箱口里 好 儿子 你 贼贼 不是说马克去吗 如今这个社会 最忌讳的就是破坏别人家庭 勾引别人的老公 不非非 嚣张不了体贫 关小姐 我这次在我老公面前 可是已经抬不起头了 我暂时不想再生什么事 你放心 这次不会让你做 我自有安排 那道书 是关雅琴故意设计无非非 这样一来 岂不是让慧明也胜败名恋 糟了 手机没带 叔叔 关小姐 你们先聊 我上个洗手间啊 关小姐 这招真是太厉害了 等到星期一呢 全EAC的人都会知道 顾飞飞 她勾引有父之父 这可惜搭上了钟慧明啊 这也没有办法咯 不这样做 没人能够认清顾飞飞的 对对对对 这件事啊 要能让薛总知道 让她受下刺激就好了 当然会了 喝茶 喝茶 哎呀 终于找到你们了 哎 小小焦 就你一个人哪 飞飞呢 马克兜兔子 飞飞去度假村 替她参加斩脸会了 什么 飞飞去度假村了 嗯 跟周慧明一起 应该是吧 怎么回事啊 没事 那咱们自己烤吧 来来来 烤了烤了 哎 你女朋友呢 哎 飞国际了 哦 她说公姐啊 对啊 哦 那名岂不是聚少离多啊 对啊 所以最近正当分手了 真的啊 哎 你怎么那么高兴啊 你没有没有 哎 我帮你了 哎 我帮你了 哎 喂 喂 干什么呢 跟毛粉烤肉呢 晚上来我家吃饭了 我那伟大的表舅 想要安慰安慰 我这个失败的外甥是吧 你说话呢 我不再次啊 几点啊 六点吧 那你来实际公园接我吧 那你来实际公园接我吧 好 拜拜 给我 我儿子 你不按摩 你不按摩 你自己来吗 啊 老公 嗨 終於找到你們了 可以走了 你是誰啊 老公我先走了 你一會兒幫我送辣椒回家 好的 保證完成任務 那個是誰啊 認識好久 我就知道你在這兒 我現在不想說話 你走吧 燦椅 事情還沒到不能解決的地步 你有什麼辦法 你是有二十億 還是能變出技術來 我沒有技術 可你有啊 我嗎 你哥的U盤呢 你忘了 U盤怎麼了 我聽周慧明說 上次研究這個項目 也是卡在這兒 你哥哥和研究所的博士們 潛心研究 後來你哥去世了 這項目就擱淺了 可是我想 你哥的U盤裡面 就算沒有全部 也應該差不多吧 走 快 之前我已經試過很多遍了 我哥的手機號 我爸的生日 我媽的生日 我哥的生日 我哥的生日 我的生日 我哥的門牌號 他的車號 銀行密碼 我爸的忌日 全部都試過了 能試的都試過了 我現在 真的不知道 到底是用的什麼密碼 別著急 你想想看 除了你們家人 你哥還有什麼值得信賴的 親密的人嗎 會不會是乖雅琪啊 試試看 真的是雅琪的生日 哥 你也太痴情了吧 打開看看 好 今天 設計院的羅院長告訴我 要破解歐洲環保技術的話 至少還需要一年的時間 我走訪了美國 英國 法國 日本等很多國家的研究專家 請他們幫忙 結果我得到的答案 都是一樣的 他們告訴我 環保皆能住宅 若真想投入市場 断期內是不可能辦到的 我徹底失望 禁止 靜靜 要照顧 今天 彻底失败了 现在 浪漫把别人彻底失败了 二十亿的地笔 公司最大的一个项目 半岭 绝望 对 10亿 三爷 三爷 别哭 你爸爸从什么都没有 给人家包工程开始 到建立起这么大的公司 在这中间 有多少坎坷 要是有点挫折就认输 那还能有今天的EAC吗 你哥哥为了公司 呕心沥血 最后连命都搭上了 他也没有认过输 你今天遇到点风浪 就变成这个样子 你说你还有什么脸 去面对你爸和你哥的 在天之灵 我们还没有到 山穷水尽的那一步 你手里不是还有一块 价值二十个亿的土地吗 小才 你就放弃浪漫巴比伦 赶紧去找一个新项目 来发展这块地皮 董事会那边 我会帮你解释的 好 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怎么做了 从来没见你这么孝顺 不用那么焦虑 我们还没有到绝路 我还能怎么办 小子 这件事你暂时交给我 你相信吗 我一定可以帮助EAC摆脱困境的 你能有什么办法 这个你不用管 只要你相信 我一定能够帮你 现在EAC是彻底乱套了 明天我就会发布消息说 EAC买了个烂技术 二十亿的地皮要砸在手里 只要消息一件报 EAC的股价就会暴跌 到时候你们几位 就可以抄底抢购 EAC的股票了 我想用不了多久 我们就可以掌控 EAC的控股权了 到那个时候 我们和新加坡集团合作开发的项目 就在这块地皮重新启动 那么EAC的股票 那时候又会飙升 我们在高位抛出 这一来一回 赚几个亿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来来来 表姑妈 早 早 小灿呢 她可能还在睡吧 她还睡 她还上不上班了 王早 把小灿叫下来 好 不用叫了 我来了 你快过来吃早点吧 好 不是叫你多睡会儿 公司的事情交给我吗 好 我没那么脆弱 怎么能把所有的事都推给你呢 我想过了 烂摊子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 我得自己承担 喝杯咖啡 谢谢 薛总 出大事了 怎么了 薛总 你看 小灿 小灿 怎么回事啊 网上为什么会传 我们买到一个不能运用的环保技术 二十亿BP闲置不发展 还欠银行的利息 利息无法偿还 这条消息已经严重影响了 我们集团的股票走势 尽早开盘 一日子的股票已经跌停了 马上派上去查这条消息的来源 不管有什么所谓 我要知道这消息是谁放出来的 哈勒 马上公司市长公关部 准备新闻发布会 无论如何 新闻中公司再说 我让一万一号的消息到底是谁发出来的 好 查看来不听告诉我 哇 不atu 过去我们不是这么说 这样 高牧先生 过去是过去 现在是现在 如果你不愿意 可以退出吗 好 很好 我再去发布一条消息 就说这个环保技术已经完善 我会和AAC合作开发这个项目 高牧先生 您是在中国 对于一个出尔反尔的人 您觉得还会有人相信他吗 多谢 查到了 是诚信地产 张诚信 不对啊 他空口无凭说我们技术有问题 媒体怎么会信他呢 因为有大野公司出面证实 技术不完善 七嘴 高牧这家伙 竟然跟张诚信狼狈为剑 合起来害我 今早一开始 诚信地产在内的好几家公司 疯狂想购我们的股票 原来他们是想用谣言打压我们的股价 趁低价在股市 吸纳我们的股权 怎么能这样呢 不行 我得去找他 你冷静一点 你这时候让我怎么冷静 又是这种时候又要理智 现在最重要的是稳定 咽息的股票 我有办法 你交给我好了 薛总 记者会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你了 小蔡 你去记者会辟友 其他的交给我 大家都知道 今天早上有很多不利于公司的传言 令公司上下人心惶惶 外界对我们能否建造环保性住宅产生质疑 其实我想说的是 大家可以不必担心 我们的技术部门 已经非常认真地研究过 薛永留下的资料 里面有非常完整的 关于杭州环保型住宅 结合欧洲方面的技术 以及材料比例的分配 技术问题已经全部解决 所以浪漫巴比伦还要继续 我希望大家尽快完成前期的设计工作 另外我们暂定 一个月之后启动工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不接她电话 你不想去跟她说清楚吗 我不想见她 因为见了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只是觉得很对不起 感谢观看 薛灿说她不想见你 我只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没看报纸吗 我不相信 我要薛灿亲口告诉我 如果薛灿要见你 她就会出来了 薛灿让我给你带句话 什么话 她说对不起 她说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还说是对不起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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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想知道 他走了 小蔡你没事吧 我想一个人进一间 忘了你走了多久 每天都是尽头 是否真的你离开我 就一定能找到快乐 如果真的是这样 就算我才如何不舍 再多的苦痛 缺患你自由 别再管我是不值得 我最爱的恨 伤我也最深 说走就走 剩下了我孤单一人 谁口口成熟 爱多深 我哪个人遇到你了 麻烦你能请给我打成招呼 我可以躲着你走的 我最爱的恨 伤我也最深 我该珍惜的是什么 顾飞飞 我喜欢你 反悟是小狗 反悟是小狗 我没有天哪儿 完成这个小狗之后 我要跟你结婚 我最爱的人 想我别最深 说走就走 剩下的我不单一人 谁口口深深 爱我多深 你这样对我心不心疼 我最爱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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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个不动手 任何人抢走她 想我这样 还有多少人 要忘了你 我没有天哪 妈 芳芳 出事了 出事了 哎呀 你又扎扎呼呼的干什么 妈 芳芳 你们自己看看 什么事 这是怎么回事 还登了报呢 就是啊 这个女人是谁啊 不应该是老姐和薛灿吗 这个女的 就是我上回 跟你们说的那个女的 不对不对 小三上次亲自跟我说了 这个女的是她妹妹呀 什么 这报纸怎么可能乱写呢 这 这 这怎么结婚还登了报纸呢 这一登报纸 不就是照告天下了吗 那 那我们菲菲怎么办呢 我就说这个薛灿 根本就没看上我老姐 也就是玩玩而已 郑大强 你说什么呢 你说的真是人话 我怎么说的不是人话 我为什么要老婷 你现在不断气时候了 你还在这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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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叫救护车快 快呀 妈 我去叫 没事吧 妈 妈 喂 什么 进医院了 好 好 我马上过来 方方 姐 妈怎么回事啊 妈今天早上 在报纸上看到了薛灿和另外一个女人订婚的消息 哦 飞飞 妈 妈 妈 飞飞 你跟小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 那个女的 她到底是谁啊 小灿怎么要跟她结婚啊 你 你快点说话呀 妈 妈 你别问我 我跟薛灿 坚持了 妈 怎么会这样呢 是不是小灿 她骗了你 妈 怎么会这样呢 那 那 那就是你 你不要小灿了 妈 我求求你了 你别再问我 别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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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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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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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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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快看啊 这薛灿不是和飞飞啊 这什么意思啊 慧明 这薛灿 不会就是想和飞飞玩玩吧 好 如果这是真的 那她简直不是人 你在家待着 我去公司问问薛灿 好 好 进去吧 好好照顾妈妈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姐 你有什么打算啊 我 我不知道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姐 你要坚强一点 去吧 好 你 你 你 有什么事 你 会不会得罪 好 你 你 会不会不会 到底怎么回事 菲菲呢 菲菲怎么办 我对不起她 你怎么是这种人 我有苦衷 薛操我告诉你 你就这个不折不扣的为君子 你根本配不上顾菲菲 菲菲 菲菲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慧明去公司找血灿了 有用吗 菲菲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千万别难过啊 难过 巫叔 我从小到大 你看我什么时候为男人难过了 我顾菲菲 这辈子注定就是单身 我不需要男人 没有男人 我照样过得很好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没有事的 真的 菲菲 你快回去吧 你还怀着孩子 千万别为我的事操心 万一出了什么事 让我怎么面对你们夫妻啊 快回去吧 快回来 枲菲 你回来了 你去哪儿了 吓死我了 菲菲 你怎么了 菲菲 你说话呀 菲菲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呀 你这是要干嘛呀 你又要 请进 顾镜里有你的明信片 谢谢 菲菲 离开杭州后 走了很多地方 虽然景色都很迷人 但心里 却越来越想你 终于忍不住 给你寄了这封明信片 你还好吗 听毛虎说 你到了新公司 还生了设计部经理 菲菲 恭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mir Chao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大概有一条 REE 오른쪽 angka 这是这个月第七张明星片了 等蔡爷回来啊 你们俩可以直接开个明星片商店 都不用上货了 瞧你笑的 都能炸出蜜来了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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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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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了 把自己灌醉 我看到他这个样子心里特别难受 晚上我约了佳佳和敏京去喝酒 我不管不顾地把自己灌醉 他们拦都拦不住 我喝多了 就哭了 哭得要多伤心有多伤心 把佳佳和敏京吓坏了 他们不知道我怎么了 其实我是难过 我拆散了我最好的姐妹和她的男朋友 因为我太爱慧明了 我爱她爱得不信非逼的手段 离间他们的感情 但是我不后悔 就算将来菲菲知道真相 她永远不会原谅我 我也不会后悔 你看看你 我说什么来着 硬撑啊 严重了吧 这层楼冷气怎么开这么厉害啊 这倒是啊 真的有点凉啊 那你怎么办啊 你生病了 别冻坏了 好 谢谢啊 走 好像是那边 怎么了 大夫 我想堕胎 你丈夫来了吗 我 我还没结婚呢 男朋友呢 他 他 他不在本事 就你自己一个人啊 挂好号来复刻吧 你动着了吧 把马前带不过 这不吴书吗 谁 谁 我刚才看见吴书了 你是谁啊 他就在这儿啊 是不是发烧看花瘾啊 哎呀 我没发烧 他真的在这儿 我去逛号了 好 来来来 来 先在这儿坐着 好 好 别乱跑啊 行 我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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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是你呀菲菲 我说我没看错吗 病啊 我感冒 最近天气忽冷忽热 嗯 注意身体啊 唉 你来是 我 我 我就是来检查 慧明没陪你来吗 我自己来的 那要不要我陪你啊 不用了 我自己能行 不行 我走了 别传染上你了 哎 飞飞 你到哪儿去了 一转眼就不见人了 我说我看见吴叔了嘛 我去看他了 真是他呀 嗯 他能干什么 他能干什么 来检查呀 不过 他好像不太高兴了 哎呀 高不高兴不关你的事 先管好你自己吧 号都挂好了 哦 好 谢谢啊 走走走 回去吃药啊 慧明终于走出了阴影 也接受了我对他的感情 那天 我的心情激动得一塌糊涂 那是一种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愉悦感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感觉到 我的每一步 都踏着幸福的节拍 我的脸上肯定在傻笑 因为路人都对我投来了诧异的目光 我才不理他们 因为我终于得到了我的爱 但是 我最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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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你 不想委屈 我万能天本 但我依旧舍不得 我也不是没有想到 如果有一天 慧明看到了这几本日记 他会怎么看 但是 我还是没有舍得 我想 也许等我和慧明都老了 或者我的生命 即将终结的时刻 我会把事情告诉他 也许我很自私 但是 能和慧明白头到老 是我一生的梦想 你冰上了很久 好不容易说出口 要我一定要原谅你 才发现一起也太久 难道真的你看不透 还是你假装不想懂 我做什么 什么不能 只能眼睁着 看着你走 我最爱的恨 我最爱的人 我最爱的人 想我也最深 谁空空深深 爱我多深 你这样对我心不心疼 我最爱的人 想我也最深 想我也最深 舍不得很 都还不够痴痴在等 想我还不够痴痴在等 还有多少人 又遥忘了你 我没有天本 你昨天 为什么对你妈说我出差了 她说 昨天我妹子大强去了一趟公司 看见你和关小姐在那儿 亲亲我我的 她就告诉我妈了 我妈就让我打电话 叫你过来 我怕打扰你上班 我就告诉我妈呢 说你出差了 我个棒棒堂 谁跟关雅琴亲亲亲我我了 你急什么呀 这是什么 这是造谣 别小心眼啊 你真是 不是小心眼 这是事实啊 我不跟你说了 我难受 那你先休息一会儿 喂 菲菲 你有佳佳和敏静电话吗 怎么了 我到处都找不到吴叔 他没去姑妈家 我一直很担心他 我想问问佳佳和敏静 有没有见过他 吴叔啊 可是我们刚才看到他了 在哪儿啊 医院呢 什么 医院 既然大家相处得这么辛苦 那咱们去医院做点这个孩子 我们离婚 你快去医院拦住他 他可能要断胎 这怎么办呢 我刚才看到他警醒不对 我就不该离开嘛 那现在呢 开了 完蛋了 有没有什么进入可走啊 你快点快点 没有快 我再过来 老天保佑啊 我又说没事 我说没事没事啊 洪叔 啊 进来吧 你看看孩子啊 这些小小小 我说是什么事 他都不想理好 那咱们是什么事 我看人家 我看人家 你还能icsit 尾兵 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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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鸟 小鸟 你字 waters 你我现在就赢了 别担心 你找我 找我 你们怎么这样啊 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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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进去呢 五叔 站住 男人是我妻子 你要干什么 快快快 五叔 快点快点 别来 五叔 来来来 跟我回家吧 都是我的错 我看了之后你写的那些日记 我才知道你是这么爱我 五叔 我以前一直怪你 拆散了我和菲菲 可是到今天我才明白 其实最痛苦的是你 看完日记之后 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 一个人一辈子 有这样一个人爱着自己 难道还不够吗 跟我回家 我们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好吗 好 我向你保证 我和菲菲只是朋友 我心中只有你 我终回你 愿意把我的心 只给你一个人 你愿意重新接受我吗 嗯 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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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